小万利不仅自己下旨让张居正夺情留任 还让利部根据干部任用程序来喂留张居正 这份上誉下到了利部之后 按考成法的规定 利部应该及时拿到六科中的利科备案 可一直过了十天一查询的周期 利部还没有拿到利科去备案核销 立刻几时钟王道成就主动来找这时候的利部尚书张汉 张汉说起来还是张居正破格提拔的人才 在考察由谁来接任杨博 做六部中最重要的利部尚书的时候 张汉在三个候选人中名列第三位 只排老末 按惯例他也就是个民主选举的陪衬而已 而张居正立排众议甚至跳过排在第二位的自己的亲信 与好友朱衡 主张越级提拔张汉 为什么呢 张居正的理由是张汉这个人清真简净 就是说他人格独立不随波逐流 是一个好官的表率 立部尚书当然要给天下所有官员做出良好的表率 于是张汉一下子越级坐到了立部尚书的位置 张汉一直都很感激张居正 但他这个人确实如张居正所说的清真简净的很 而且还清真简净的很极端 他报答张居正的方式 竟然也是清真简净这四个字 他认为张居正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内阁首辅 但在富丧这件事情上张居正要多情 这就让张居正这位清真简净的道德表率 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了 现在皇上还让他立部出面参与让张居正夺情的事 他死活也不肯干 所以王道成来问他的时候 他甩头来了一句 大学是奔丧 皇上要加恩 那是礼部的事 跟我立部有什么相干 王道成听了一愣 心想 我管你什么相干不相干 我是按考征法的工作程序走 你拿的圣语不备案 我这怎么和销呢 所以他就直接说 张大人既然是奉皇上圣誉 还是先给我们备案和销吧 不料张翰一听这话火了 情绪很激动的大喊了起来 什么时候了都 万古刚长都要被践踏了 你还备什么案呢 王道成一听这话转头就走 他一个小小的七品立科几世中 哪能跟堂堂立部尚书当面争执啊 可他回到班上 立刻铺开笔墨纸验 干啥呢 尚书弹合张翰 这也不怪王道成 人家是按工作程序办事 你张翰有火 别冲着人家发呀 跟王道成在一起上班的督察院历史 张居正的铁杆粉丝谢思琪 知道了这事之后 也跟着一起尚书弹合 小万丽一看这两份弹劾表彰 当时就火了 心里的话 当初选立部尚书的时候 大家都不同意用你 不是我张老师立牌众议 哪有你的今天 你老小子这时候居然恩将仇报 况且连我的声誉都敢置之不理 这还得了 这时候的小万丽已经渐渐长大了 马上都快结婚了嘛 所以也有自己的主张了 他也不跟别人商量 也不问问他的张老师 马上就下旨 勒令张翰致事回籍 也就是退休回老家去 张翰也是一头酱牛 一听这话 立马打包袱走人了 要知道张翰可不是个随便的低级官吏 那可是立部尚书 按明代的官僚制度 严格算起来 他算是文官之道啊 我们说过 内阁只相当于是秘书处 有实权 但没有名分 从名分上说 张翰那可就可以算是百官之首 这样一个堂堂百官之首 就因为没有执行小皇上 让张居正夺情的命令 就被勒令退休了 这一下 官场可是炸开了锅 张居正赋丧 可张居正自己还没走 张翰却先走了 张翰这一走 那真是一时激起千层浪 这风浪的势头之大 让人难以想象 让后人瞠目结舌 在明代万历时期的政坛上 不亚于一场政治海啸 而这场政治海啸过后 张居正和他的万历新政 都将面临一个 前途未卜的诡异命运 这场政治海啸 到底呈现出了怎样的面貌 而张居正和他的万历新政 又将走向何方呢 吏部尚书张翰 虽然深受张居正的知欲之恩 但对于小皇帝主张张居正 富丧夺情 心里还是很不平衡 很难接受 事实上 张翰跟很多政治的官员一样 对于张居正对国家的贡献 还是非常认可和推崇的 但因此 他们反倒认为张居正 在伦理道德方面 就更应该做个表率 朝廷讲究 以孝至天下 现在张居正面临富丧 认他是个多大的官 他都应该辞职回乡兵幽 要是夺情 也就是不为父亲 守满三年的孝的话 认你是原来做过多大的贡献 他们都觉得 那在情理上 是说不过去的 所以当小万利下旨 让利部从官员任用程序的角度 来阐明张居正夺情 留任的意义时 作为利部上述 张翰宁肯拖着也不肯执行 当利科几世中 王道成来催促他时 他大喊张居正要夺情 就是践踏万古刚长 就是践踏伦理道德 所以坚决不肯随波逐流 执行所谓的圣誉 当初张居正重用张翰 就是看中了他的人品 看中他不随波逐流 如今张翰果然不随波逐流 不过现在 他不随波逐流的矛头 却是对准了启用他的张居正 小万利很生气 后果也很严重 他还不太成熟 第一感觉是 觉得张翰这样做 是在藐视他 所以他一到圣旨就让张翰退休回老家了 张翰是力不上述 从名分上来说 地位不比内阁首辅差 那也是百官之首啊 况且张翰素来名声也不错 现在小万利只因为他不服从夺情 就罢了他的官 这一下在官场上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并使得各方面都把注意力的焦点 集中到了张居正是否应该夺情上 张翰这一走 那是带着无情的抗议离开的 这抗议虽然是无声的 但只要是抗议 他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引发一连串无声和有声的抗议 果然在张翰罢官之后的第四天 一个有力的声音响了起来 这个声音一下子震惊了朝野 可这个声音反倒是张居正最先听到的 张居正在家里设了一个临时的灵堂 以祭奠自己的父亲 这天他正在灵堂为父亲守校 游妻突然来报说他的学生汉林院编修吴忠行求见 吴忠行是张居正一个比较得意的门生 因为文才出众 所以张居正对他的印象也非常不错 张居正听说是吴忠行求见 想了一下就走出了灵堂 吴忠行远远看到张居正连忙抢上几步公身行礼 说学生参见恩师 张居正点点头 脸色凝重地看着吴忠行 不知道他找自己是什么事 只见吴忠行 也神色凝重地看着张居正 伸手从绣筒里拿出一个折子来 说学生有本要上 特来请恩师过目 张居正接过奏折并没有先打开来看 手上拿着奏折 眼睛还盯着吴忠行 年轻的吴忠行也没有什么胆怯 腰板挺得直直的 目光与张居正相互直视 张居正盯着吴忠行看了几秒钟 像是先从这个年轻人眼中读出了什么 然后才打开奏折一行一行地读了下去 游七在旁边看着张居正面不改色地读了很长时间 才抬起头来 张居正又看着吴忠行 吴忠行还是像刚才一样挺着腰板 直视着他的老师 游七不知道怎么回事 只听见张居正淡淡地问了一句 奏折立上去了吗 吴忠行一听到笑了 说 要是没递上去 学生也就不敢拿给老师看了 听了这话 张居正又不作声了 两个人的对话就各指一句 然后还是像刚才一样 张居正面色凝重地 看着自己的学生吴忠行 而吴忠行则挺着腰板 目光直视着自己的老师张居正 游七在旁边看着纳闷 心的话 这二位彼此在看什么呢 他还没有想明白呢 只见张居正突然袍袖一抖 把手中的奏折 啪地扔在地上 然后转身回了灵堂 而吴忠行呢 居然苦笑了一下 连地上的奏折都没有剪 只朝张居正的背影 拱了拱手 然后转身离去了 等二人都走了 游七过来 把地上的奏折捡起来一看 才知道 这奏折原来是个副本 题目是 音变尘言明大义 一支刚长书 奏书里头先是说 父子之情乃人之天性 张收服此刻面临丧腹之痛 心里应该是多悲伤呢 这一点皇上你怎么不明白呢 这话说的还是挺有人情味的 可接下来 吴忠行话风一转说 朝廷上下都和皇上您一样尊重张收服 作为张老师学生的我 也很尊重他 可我们为什么尊重他呢 还不是因为他的贤能吗 一个贤能的人要担天下的重任 就应该在正人之前首先能够正己 就应该是个道德模范 这样才能有政治的施范作用 而张收服现在因为皇上您的意思要多情 不遵守祖重惩罚回家丁忧守治 这样的张收服 这样的张老师 不就有道德的污点了吗 这样的人还怎么能成为政府的领袖呢 奏书的最后说 多情这件事情 世系万古刚长 四方是听 唯今日无过举 然后后世无一意 消遍之道 无欲辞者 这话就说得厉害了 那前台词是说 如果皇上您和张收服都主张并且多情的话 那一定会被后人耻笑 并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千载的骂名 尤其看完这话真是出了一身的冷汗 心想这个吴中行胆子也太大了 这不连张居正和小万利都骂了吗 尤其想想又气得不得了 连吴中行这个张居正素来喜欢的学生 都跳出来这样攻击多情之势 老爷心里头 这会儿肯定不知有多难受了 而且这个吴中行 尤其可恨的是 你要上本攻击你就上得了 那边向皇上递交了奏折 这边还同时抄了一个副本 拿来给张居正看 你这不是诚心气人吗 所以游其看完后 狠狠地朝门外瞪了两眼 这会儿吴中行早走得没影了 你说你瞪谁去 可尤其这两眼 只是抒发自己的恨意罢了 他拿着这奏章 转头又向灵堂走去 远远地看着灵堂里的张居正 席地而坐 脸上还是一点表情也没有 只是低着头 目光定定地看着地上的方砖 游其看得眼泪都要下来了 仰天叹了一口气 心想 老太爷啊 你死的可真不是时候啊 这边吴中行上了奏折 那边张居正第一时间也读到了奏折的副本 张居正虽然当时没有发作 但心里肯定气得不心 上一次自己要辞职 就是因为刘台上本攻击自己 使自己成了大明朝第一个被学生弹劾的人 这下好 有了刘台的先例 居然又有一个自己的学生来弹劾自己 张居正端坐良久 不禁仰天长叹 到底自己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连自己的学生也不能理解自己呢 张居正想到了刘台 一下也觉得这个吴中行也跟刘台一样可恨 虽然看上去他这俩学生都是一副聪明的模样 可怎么就这么不明白自己老师的一片为国之心呢 作为一个老师 张居正还真是挺失败的 他呕心力学教育出的小万力 在长大后也成了一个极其昏庸的家伙 别说继承张居正改革的一致了 反而亲手把张居正万力新政的成果毁灭殆尽 而万力新政实施过程中对张居正攻击 最有力的也是他的学生 这边吴中行的奏章一上去就引起了朝廷上的争论 可才争论起来 第二天张居正的另一个学生 汉林检讨赵用贤 又上了一本攻击张居正的夺情 他特别提到最近天空中出现了彗星 这在古代可就是不祥之兆啊 那么现在有什么不祥之事呢 自然就是张居正的夺情 因为赵用贤是张居正的学生 而赵用贤这么说影响就更大了 所以后来京城里有人贴大字报 就写张居正的夺情是大明朝的不祥之兆 又是一个学生来攻击自己 张居正不知道这个时候心中是什么滋味啊 可这还不算完 第三天张居正的一个同乡 刑部员外良爱慕和另一位刑部主事沈思孝 联名上书攻击张居正夺情 爱慕上书里的矛头直指张居正 还引经据点地说 徐树以母顾辞于昭烈月 臣方寸乱矣 居正独非人子而方寸不乱矣 这话就说得更恶毒了 爱慕说当年三国的时候 徐树徐原直因为母亲被曹操裸了去 借此来要挟她 所以徐树不得已跟刘备辞别 说我不是不想帮你 因为我母亲被曹操抓了去 而作为人子 我的心神已经大乱了 要帮也帮不上你什么了 徐树只是因为母亲被曹操抓了 就伤心的什么事都做不成了 你张居正现在爹都死了 亏你还能有心思有精力处理国事 你难道不是做人子的吗 你难道不是人吗 你说这些文人绝对不绝对 极端不极端 难道亲人死了 活着的人就什么也不要做了吗 那徐树到了曹营之后 就算是在他母亲上吊自杀之后 他不还是在火烧赤壁中 在庞统献连环祭的时候 帮庞统出过主意吗 他后来还领兵去聚守西梁的马超呢 按爱慕这个说法 徐树岂不是也不是人了吗 所以据说张居正听了爱慕这话之后 拍案而起 含着眼泪悲愤地说了一句 当年严嵩误国殃民 但还没有听说过 有哪位同乡恶毒的攻击过他 难道我还不如严嵩吗 这时候的张居正可真的是火了 那些改革的反对派 骂他是小人是禽兽也就罢了 现在连他的学生 他的同乡都攻击他 甚至骂他不是人 这确实动到了张居正的感情底线 要知道张居正可不是一般的人 他在万里朝的地位看上去 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可事实上 他根本连一人之下都没有 皇帝只不过是一个小孩 是他的学生 而李太后少了他 恐怕连主心骨都没了 他手上就握着 那个时代最高的权力 可以说他握着所有人的命运 却被人骂得这么惨 尤其是被自己人骂得这么惨 张居正是真的被激怒了 不仅他怒了 小万里就更怒了 在吴中行 赵用贤 爱慕 沈思孝之后 一个刚刚进入官场的刑部官政 邹元彪 居然也跟着上书 他在上书里就不仅骂张居正了 他甚至调侃兮小万里来了 他说 那意思是说 皇上你老说离不开张居正 那幸亏现在张居正还活着 要是张居正现在死了 皇上你是不是就没法继续学业了 治国的志向 也就是不是就无从谈起了呢 那意思就是 你离了张居正就不活了呀 你也太没志气了吧 这指名道姓的 可是在调侃皇上 所以小万里气得个半死 大喊 停账 停账 而且这几个家伙 一个也不能放过 要在世曹之间 也就是万众瞩目的地方 给我当众脱了裤子 狠狠地往死里打 小万里狠了心了 不打死这几个家伙 不罢休 谁劝也没用 不打死这几个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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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打死这几个家伙